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强这期视频看我家这个厨房集成吊顶这个LED灯 这是30x60的用了不到半年并且呢厨房这个灯啊不怎么用 突然就不亮了咱们就拆开看一下 这个灯呢是做集成吊顶的时候啊 我就随便让他给我装了一个人家那有就随便挑了一个 人家说是你要300x300的还是300x600的 我说就要带一点300x600的就这样 这是个电源适配器咱们拆开看看吧 这种不亮的话要么就是电源适配器问题要么就是灯珠问题 反正就这两个问题吧是吧 咱们看一下吧 这个电源适配器你肉眼看不出啥问题啊 这个电容啊什么也不古包 咱们通电就万一秒测量一下这个输出端 电容两端的电压是多少有没有电压输出 有电压输出的话那有可能是内部这个灯珠有问题了 咱们测一下 咱们现在通电啊直流200伏的 123通电 哎呦超凉成了 换1000伏的 217伏 人家这个电压输出器基本是没问题的 下一步咱们把这个灯板拆出来看看 它四周全是这种卡扣啊 卡在这块的咱撬一个看看吧 看这样能撬开啊 拆开了咱们看一下吧 这里边没想到这么多灯条啊 我数了一下 这10根灯条 10根灯条 每根灯条上20颗灯珠 也就是一共200颗灯珠啊 我看这上写的是36瓦的 36除以200的话 每个灯珠就是0.18瓦 我仔细看了一下 这个灯珠上没有发黑的 没有黑点啥的 但是你看这个 发现这儿 这个线掉了一个 不知道是我拆的时候 给人家拆坏了 还是说它自然脱落的 那咱就把它焊上去吧 咱先进镜头看一下 就是这根线啊 刚才看出来它翘起来了 我刚才开壳最后那一刻 就是使得劲儿有点大啊 是不是把人家震动坏了 那不一定啊 咱们就把这个焊上去啊 焊上去试试 好了焊上去了 咱们通电试一下 123 哇亮了 我测一下灯珠这个电压啊 2.97 也就是三伏的灯珠啊 大家看一下这一串数字啊 这个前面这个 后面这个我不知道啥意思啊 中间这个被我猜出来了 530乘以6 这个530我测量了 是它这个长度 灯条的长度 53厘米 乘以6 6是宽度 这个2835不用看 这是灯珠的型号啊 5C4B 我觉得是应该是 因为我仔细观察了一下嘛 5代表这是 5个串起来 然后4B 它4串定起来的 咱们仔细看看 你看这个灯条 你看这有个正啊 5个是一组 12345 这是串串连的 然后到这又一个正 这是另一组 12345 到这第二组 到这不是又一个正吗 又一组了 第三组12345 然后这不到头 还有一组 就是从这开始 12345 一共是4组 并起来 然后每组里边 5个灯珠串起来 刚才看了是一个灯条啊 然后一共10根灯条 这样再串起来 是这样的啊 咱们测量一下 现在正常时候 它这个电压是多少 直接测这两端 好了 我开灯 再给大家看两遍吧 气死我了 给大家看看 咋回事了啊 本来这段 准备掐掉布波了 还是让大家看一下吧 大家以后也要注意 刚开始我试的时候呢 都有一个纸在垫着了啊 这一次呢 就没垫纸 这上面是铝合金的嘛 直接就短路掉了 把这个芯片 这盖都掀掉了 看看 这个芯片炸开了啊 上盖在这 这两个电阻 这也是坏的啊 本来都修好了 你看这一时大意 前功进气 整个报废啊 哎呀 这个这上也有黑点了 看见没 灯珠上的黑点 不止一颗灯珠这样 哎 这眼看都修好了 这一疏忽一嘚瑟 前功进气啊 所有的报废 为了让自己长点记性呢 我决定 所有的零件 从网上买回来 把这个修好 关键是我在网上看了啊 这个芯片呢 几毛钱一个 灯珠呢 三块钱一百个 而且都是包油的价格 这是天助我也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下期再见 拜拜